蔡总统的行程呢是早上的时候去了云海严选干载店 那他呢然后又到了另一家台湾也是台湾人经营的烘焙作坊 吃台式早餐 然后跟在纽约的台湾的年轻人座谈 这一段我觉得很可爱的就是记者在刺探 这个就是在烘焙房前面 大家在照照片 记者在刺探说你有没有买果干 那然后你会不会送蓬佩奥 意思其实就是在其实他的真正的心机是在刺探说 在当天晚上的那个哈德顺研究所 给蔡英文总统颁奖的晚会上 蔡总统会不会见蓬佩奥 然后但是蔡总统很惊啊 你看蔡总统很惊 蔡总统不回答 那蔡总统回答说 我自己我自己吃 很惊嘛就绕过去了嘛 就是那个店里拍的照片 就跟都是台湾人的创业者呀 在当地的纽约的这些创业者 早上吃的是台式的早餐 里面有台式的饭团 有没有 里面有台式的饭团 我这次去台湾没有吃到耶 气 没有吃台式饭团 有没有蔡总统 很认真听大家分享 这个店主有说蔡总统有吃一个凤梨干 有吃凤梨干哦 有吃一个凤梨干 在那个云海严选的那个甘仔店 他还研究了一下大铜电锅 但这个照片我没看到 这个照片在蔡总统的这个推上没有 这个是在别人推的 他去研究大铜电锅 这个蔡总统在研究大铜电锅 大铜电锅好不好用啊 都说很好用 我这次去台湾也没有卖 要是好用的话 等我下次去台湾买一个 大铜电锅 因为我们家现在用的这个电锅呢 就是也是用那种保护涂层的 就是那个涂层的 你也知道就是只要有那种保护涂层的 虽然说很小心了 但是它底下还是会 还是会有那个就是破掉的那一个 就是小点点 这个大铜电锅里面是不是没有涂层的 你们是不是没有涂层的 因为我就觉得说有涂层的电锅 就是过个几年就要换新嘛 就要换新 让我研究研究 等我下次去台湾研究一下大铜电锅 我看蔡总统也这么感兴趣啊 很可爱啊 很可爱 你们看我就觉得最好笑的就是 你看周围人表情 你看周围人表情 所有人都在笑 你看到没有 所有人都在笑 又不是没有见过大铜电锅 我跟你们讲就是蔡总统 就是这个我觉得蔡总统 他厨艺应该是应该是就还好吧 我觉得他应该不算是厨艺很好的人 我觉得他应该我觉得我猜 我瞎说的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的厨艺应该一般 应该一般 瞎猜的 上午是这些行程嘛 下午的时候呢 出席了驻纽约的这个 其实就是台湾的大使馆嘛 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举办的酒会 与友邦的联合国 常任这个代表见面 在会后呢 是与这个近期刚刚得奖的 美国的小厨神 台裔女孩朱如荫 和两位从台湾到纽约参展的插画家 钟义亭与张亚晴互动 朱如荫弄了一个 很可爱的一个 一个这个台湾的地图 一个你看这是台湾地图嘛 然后下面下面是team台湾 蔡总统还吃了 说竖大拇指比赞 说好吃 朱如荫呢是用良缘 是因为良缘里面有一个缘 缘分 就觉得这个朱如荫 觉得很很棒 说这个就是友谊的意思 说希望大家挺台湾 team台湾挺台湾嘛 是不是很可 很可爱 我觉得朱如荫也很可爱 就是给拿给他的 就是拿给蔡总统 蔡总统看的那个 就是这两个女生 这两个女生就是 就是艺术家 这两个女生是艺术家 你们觉不觉得 她这个领子很漂亮 我觉得她这件衣服很漂亮 我觉得她这个衣服很漂亮 就这件衣服 我觉得这件衣服很漂亮 我不晓得是什么牌子的 我觉得这个衣服很漂亮 对 重点错了 你们看是不是很可爱 有没有 她是插画家吧 应该是插画家 然后她送给蔡英文总统的这个画 这个画 她其实是猫猫和蔡英文总统的 就是合体 就是猫猫和蔡英文总统的合体 嗯 对 所以说这个插画家 是插画家还是记者问呢 嗯 就是有人问说 这个 这个 这个话是像蔡总统呢 还是像猫猫呢 那蔡总统回答说 两个都像 哎 我发现蔡总统她很会耶 她很会耶 你们看到没有 她很会耶 就是 就是 就是有没有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问题 就是 就是里面有陷阱的问题 就是早上的那个 蓬佩奥的那个问题啊 还是这个问题里面 都有陷阱啊 她很会耶 问她说 哎 到底是像猫猫呢 还是像蔡总统呢 啊 总统说两个都像 啊 都很像 嗯 可爱 这个可爱 嗯 然后这女生的衣服 也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觉得 这个女生的衣服 蛮漂亮的 给你们仔细看 有没有 我觉得这衣服 真的蛮漂亮的 是我喜欢的衣服 是我会喜欢的衣服 嗯 但我不知道贵不贵啊 如果不贵的话 我会想买 就两位艺术家 还跟蔡总统 啊 合拍 自拍 嗯 那场的这个酒会 好像就没有 没有开放 媒体参观 拍照什么了 晚上的时候呢 是接受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 颁发 全球领导力奖 那 那 呃 现场的照片呢 蔡总统有发哈 那 但是内容呢 是 呃 简述 呃 就是说 就是 就是没有 呃 没有 没有竹字稿 咦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发竹字稿哈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竹字稿 我不喜欢看简述啊 这就是蔡总统发的 这个 呃 当时接受奖项的时候 呃 那种照片吧 啊 就是说 呃 呃 就是常规的哈 那一些内容啊 我就不跟大家重复了 因为因为我我比较喜欢读竹字稿的原因 就是说 只有竹字稿 你才能仔细研究 哈哈 常规 常规内容 对 常规内容 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吧 哈 大概大概说一下哈 嗯 还是要很认真的大概说一下 哎 我觉得我很 我很不正经 整个蔡英文总统在纽约 我一天到晚就是研究他 他 他 嗯 他的表情啊 他吃什么 喝什么 跟谁互动啊 谁穿了什么衣服啊 之类的 很不正经啊 来说一下啊 最重要的 其实在纽约的是 这一次的这个演讲 嗯 呃 就是 呃 我看到就是以后 有有有有美国记者就问说 就是在他进那个柑橘店的时候 呃 柑仔店的时候 就问说 总统你你你来纽约的 message是什么 其实所有人最关心的 当然是这个message啊 你是你的这个 这个讯息是什么 那 呃 这个呃 这个呃 当然这个哈德逊研究所说呃 为什么要把这个奖项颁给蔡英文总统啊 是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清醒的决心啊 领导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以抵制暴政并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啊 那呃 呃 呃 说在蔡英文总统的领导下 美国和台湾扩大并深化了安全和经济的关系 那我们为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感到自豪 美国前总统里根啊 参议员迈凯恩等很多美国的著名政治人物都曾获得过这个奖项 啊 全球领导力奖 嗯 颁奖现场的这个呃 照片 蔡总统发了这个 summary啊 就是这个呃 大概的这个陈述 他认为说这个奖项的荣耀不只是颁给蔡英文总统个人 也是对台湾人民的肯定啊 肯定台湾 而即使面对胁迫依然坚定的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啊 首先呢 是台湾在人民的勇气与坚持以及美国友人的支持下 啊 开始了民主转型啊 终结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戒严啊 那啊 其实这一段我觉得还蛮啊 就是蔡英文总统的演讲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看竹子稿 就是蔡英文总统的演讲 就是你 你啊 就是他不是那一种 就他过于克制 你们知道吗 就过于克制 哎呀 我对这个东西很怨恨的 就是说 就是说 呃 就是 你一个一个人情感的表达啊 是要克制啊 还是还是就是舒展放松 说实话啊 这个是个人风格 就是克制有克制的美啊 就舒展有舒展的美啊 但是啊 就是 就是蔡英文总统他克制到你 你就是 就是你要仔细研究 但是你知道就是 这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 越克制的表达 你理解起来越费力 这个东西很明白吧 就是一个人哇哇大哭 你就知道他 他在痛苦 对吧 然后一个一个英国人在那光光喝酒 你不知道他在干啥 你说哦 可能这就是个酒鬼吧 你不知道他他心里很痛苦 他哭不出来 他就开始哐哐喝酒 对吧 就是说越克制的表达 理解他越有门槛 越有门槛 就是说你 你要有一定的 一定的 就是就是一定的理解力 你得对人 对国际局势 有一定的基础的认识 你才能理解 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喜欢 喜欢研究这个 这种东西的人 会特别喜欢克制的表达 特别喜欢 因为他他就像一个洋葱一样 你知道吧 就你剥完一层又一层 再剥一层还有一层 就是他的心是非常非常美的 但是你得剥完一层又一层的去扒 扒 扒这个过程有人很爱 但其实我就不是 我我我不是 就是我是属于 我特别希望说 你不要扒了 你你到底 你到底你真正 你最核心的那个东西 你给我展示出来好吗 对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我对蔡英文总统的讲稿啊 就是就是 譬如说这第一条吧 嗯 我研究研究呢 就觉得说 哦他这应该是在向美国 向美国有人致意 那当然表达说是 这个 就是他是说 台湾人民的坚毅的任性 那台湾的民主转型 是在台湾人民的勇气与坚持 他没有提蒋家 没有提蒋家 没有提这些 以及美国有人的支持 台美友谊 这是应该这第一条 强调台美友谊 强调台湾人民的坚毅任性 勇气与坚持 结束了戒严 那第二呢 是说中国刻意升高 紧张情势 这个刻意升高 应该蛮重要的 是故意的 故意的 那台湾呢 是谨慎并冷静的回应 那台湾呢 是负责任的一方 那台湾人民期盼和平 但历史告诉我们 最佳的避战方法 就是让自己更有实力 那这个话 我理解是对 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质疑 就是说peace through strength 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是美国 就是哈德逊研究所 偏保守派嘛 偏保守派 就是用力量捍卫和平 用力量捍卫和平 这个是美国从里登时代 就是美国的保守派 右派 他们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非常骄傲的 就是保守派的信条 以力量捍卫和平 以力量捍卫和平 我觉得这也算是对 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质疑 应该是 那同时也是对的 同时也是对的 这句话是一点错都没有 这句话是真是对的 真是正确的 就是现在的左派呀 就是很多左派 所谓的和平主义者 就那帮傻帽 就是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那然后第三呢 是说台湾近年来 与世界民主国家的关系 持续成长 然而台湾仍然持续被排除 在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运作之外 好这句话很重要啊 这句话很重要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是在纽约 纽约 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 知道吧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联合国的那个发言人 会被一群记者围着骂 一会儿我给大家看 很舒服的一个场景 很爽的一个场景 就是 你们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内外合力 知道吧 内外合力 就是说有些事情呢 不需要蔡英文总统去做 也不需要蔡英文总统去说 他人在纽约 知道了吧 这就很重要 这就开始 就是说 其实你指望联合国能有什么改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就整个的这个议题 就是炸了锅了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在纽约 因为这个 这些记者们 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在纽约 所以去电报 这个联合国发言人 所以整个的 就是我的推特里面 就是一大堆人在说这个事 那所以说在这儿 提到了说 被排除在联合国 及相关国际组织运作之外 不公益 那需要其他 这种不公益的情况 不能再继续下去 台湾需要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 协助我们参与国际组织 那第四 不稳定的台海 将带给全球严重的经济 及安全风险 维持和平 就是这一区域的和平 及稳定格外重要 那不仅意味着 我们要强化安全合作 更需要促成一个 更为强健蓬勃的经济伙伴关系 这里面有两层 两层意思 应该至少就是以现在的场景来说 这里面应该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就是CPTPP CPTPP 对 这个 就是说英国已经进去了 下来这不就是台湾了吗 中国肯定是没戏的 但台湾呢 对对对 这个事情很重要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现在 蔡英文总统到了纽约之后 新出来的一个消息 说现在台湾正在跟美国谈这个 关税 谈关税 想要取消关税 知道吧 这里面都有 这里面都是有 有 有细节的 那蔡英文总统 他肯定不会说 但是 我猜逐字稿里面 就有更多细节 但是咱们看不到 咱们没有逐字稿 那第五 台湾充满任性 并对民主的力量深信不疑 但没有任何国家能独立解决 21世纪的挑战或对抗威权主义 我们会持续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 证明民主可以获制成果 并展现台湾有决心守护我们的生活方式 就是说有传言 这是华 就是华尔街日报还是华游的 我忘了 就是有人获得了逐字稿 说台湾提到了台湾跟乌克兰一样 都是这个就是去捍卫民主的力量 去捍卫民主的力量 那就这个提法 说就是说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立解决 21世纪的挑战或对抗威权主义 这句话给我的一种感觉 就是他在回应 习近平的百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你们不要再给我提那三个字了 你们让我很痛苦 每次我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你们给我留的那三个字 请你们停止 让我没有办法再说这句话了 让我说的很痛苦 好吧 我对 对你们不要再提了 我们知道 我知道那三个字 你不要再提了 不要再提了 听到 听到了 好 这个是对这个的一种回应 就是说习近平和普京 不是说要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吗 那这个时候 蔡英文总统的回应是什么呢 是说 没有任何国家能独立解决 21世纪的挑战 或对抗威权主义 那台湾充满任性 并对民主的力量 深信不疑 深信不疑 台湾有决心守护我们的生活方式 而民主一定是可以获制成果 民主是有成果的 民主是好的 那对 包括他也当然谢谢美国各界 对台湾坚定的支持 那台湾会继续努力 继续为国际社会贡献心力之类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仔细仔细研究一下的话 如果是独自搞的话 你就能够读出更多细节 但是目前呢 这就是我对蔡英文总统讲稿的 一个大致的一个解读 蔡英文总统 就是您能不能稍微 就是更 对 就是更 更清晰一点呢 对吧 那我觉得那不是蔡总统性格了 那不是蔡总统性格 蔡总统的性格就是很收敛 很收敛 很克制的那种性格 其实他天生应该也不是这样的 蔡总统年轻时候不是这样的 但是做了总统之后就 嗯 对 可能这是蔡英文总统 心目中 总统应该有的样子 但是其实我真的会希望蔡英文总统 那更放开一点 嗯 对 嗯 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嘛 就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吗 哈哈哈哈 蔡英文总统就是一个不会哭的孩子 哎呀倒霉啊 哦 因为 这种优优优独播出品